快速出售房屋不仅可以让您继续生活,还意味着您可以减少保持房屋完好状态的时间,也不必在每次经纪人带钱在买家参观的时候要离开房子。 春季和初夏通常被认为是出售房屋的最佳时机,但您的房屋实际出售速度和价格还取决于其他的一些因素。 无论何时挂牌出售房屋,以下15个秘诀都能让您更快地出售房屋。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Echo走遍美国,这个频道主要给大家介绍美国的人文风俗,世界奇闻趣事,生活小窍门等。 如果您对这些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这个频道,并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每周五美东时间晚8点,不见不散哦。 请注意,本频道所有信息和数据都来自网络,仅供大家参考。 以下就是快速出售房子的15个方法。 1.选择销售策略 在院子里挂出代售标志之前,选择最适合您的销售策略,非常重要。 如果您对自己推销房屋和谈判的能力充满信心,业主自售FSBO选项可能是最佳选择,但它可能无法确保最快售出或获得最高价格。 如果您的时间花在卖房子的其他细节上,可能聘请房地产经纪人是最佳选择。 2.聘请经验丰富的房地产经纪人,在面试潜在经纪人时,请密切关注他们的经验水平。 您希望找到一位能够与您合作愉快且了解市场的经纪人。 许多看似微不足道的准备房屋上市工作都来自经验。 北卡罗莱纳州阿什维尔的房地产经纪人兼全球房地产顾问Elec Cantley说道。 3.清洁一切,没有什么比脏乱的房子更让买家望而却步的了。 如果您自己无法清洁,请聘请一家公司进行深度清洁。 当房屋上市时,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应该干净整洁。 房屋出售时需要清洁的关键区域包括,厨房台面,厨柜和电器内部,容易机灰的地板和房间角落,架子,浴室柜台,马桶,浴缸和淋浴间,壁橱内部,窗户,内外,磨损的墙壁,踢脚板和门,地下室和车库。 4.让房屋不再那么个性化,移除所有家庭照片和纪念品。 您希望买家将房屋视为他们家人的家,而不是您的家。 从冰箱中移除政治和宗教物品,您孩子的艺术品以及其他所有物品,以及任何将房屋标记为您的领地而非中立领地的东西。 同样,任何收藏品,例如小雕像,体育纪念品或儿童玩具也应如此,因为这些收藏品会让买家更多地考虑您,而不是房屋。 家庭照片可以用中性艺术品代替或完全移除,只需确保移除所有钉子并修复,悬挂照片的钉孔即可。 5.让光线照进来。 人们喜欢光线和明亮,而展示房屋的最佳方式就是让阳光照进来。 打开所有窗帘、百叶窗和遮光帘,并在任何黑暗的房间里打开灯。 如果任何房间缺乏自然光,请在房间各处策略性的放置灯或光源以营造氛围。 当您的房子在出售时,每次离开家时都要打开所有窗帘并打开灯。 窗户越干净越好。 6.移除多余的家具和杂物。 没有什么比太多的大家具更能让房子显得更小了。 租一个自住储物箱或储物柜,尽可能多地搬走家具。 清除所有表面的小摆设,将它们收起来。 以极简主义的方式处理书籍、小地毯和窗帘,清理厨房和浴室的台面,甚至移除您通常使用的电器。 如果您可以减少必处理的物品,那就更好了,因为这会让家里的储物空间看起来更宽敞。 7.考虑布置你的家。 虽然你可能有一种有趣的风格,但你的家具可能会让买家很难将房子视为一张白纸。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最好用搬进来的家具来布置房子。 许多房地产经纪人会使用第三方布置公司,例如用白色床单和干净、简单的家具重新布置一栋挂牌五年的房子。 这所房子几乎立刻就收到了多个报价,并以高于要价的价格售出。 8.投资专业摄影师。 根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2024年购房者和卖家概况报告,所有的人在购房过程中采取的第一步都是在网上寻找房产。 如果您的房源照片没有展示房屋的特色,潜在买家可能会拒绝购买,甚至不会参观或参加开放参观日。 聘请专业摄影师并发布至少30张房屋内外照片是吸引买家的好方法。 业余照片已经不行了,您需要专业摄影、平面图、视频和虚拟摄影等等。 9.进行3D参观。 除了专业照片外,在疫情爆发后,当亲自参观并不总是一种选择时,3D参观您的房屋实际上已成为市场上房产的标准。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现在看到人们不看房就买房并不罕见,经纪人的视频参观和虚拟展示也可以帮助潜在买家觉得他们甚至无需亲眼参观,就能对您的房产有很深入的了解。 但是请记住,3D游览和视频会显示许多可能很容易在照片中隐藏的缺陷,因此在拍摄游览之前,请先将房屋保持完好状态。 10.修整房屋外观。 您可能之前已经听过100次了,现在仍然如此,外观吸引力很重要。 您没有第二次机会给人留下第一印象。 一扇新的或刚粉刷过的前门,新的门牌号和新的邮箱可以为您的入口通道注入活力。 新鲜的景观和花坛或盆栽花卉也能增强您房屋的第一印象。 修剪树木和灌木,整理花坛,清除植物的枯叶,清除入口附近角落的蜘蛛网,用高压水冲洗人行道,露台和甲板。 户外灯也要打开,因为潜在买家可能会在晚上开车经过。 11.完善入口通道。 一旦买家进入您的房屋,他们仍然需要惊叹不已。 买家在进门的头几秒钟内就会对房子做出决定。 因此,当您的房子在市场上出售时,请确保门厅保持干净、整洁,并尽可能开放和温馨。 如果您只能在哪些地方重新粉刷油漆或重新装修地板,那么从入口立即可见的区域可能会产生最大的影响。 12.用中性色重新粉刷,一层新油漆将使您的房屋内外焕然一新。 现在是时候粉刷您女儿的紫色卧室,取消古怪的绿松石色浴室,并遮盖餐厅的红色装饰墙。 繁琐的墙纸也会让潜在买家望而却步。 您的目标是创建一个中性色调,以便买家可以想象在家中融入自己的个人风格。 人们希望看到这个空间的本来面目。 考虑在墙壁上使用灰色、灰褐色和奶油色的中性色调。 在南佛罗里达州,白色是一种流行的油漆选择,特别是因为现在许多新建房屋正在出售,而现有房屋正在模仿全新内饰的新鲜外观以吸引买家。 十三,进行必要的更新。 如果您的厨房、浴室或客厅看起来陈旧,那么在将房屋推向市场之前,您可能需要进行一些小修小补。 这可能只需要几千美元,但在吸引买家心理方面,它可以带来巨大的回报。 厨柜或门五金件、新油漆或新台面可能会对您的最终售价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买家首先关注他们需要改造的所有房间,他们可能会从报价中减去这笔费用。 十四,灵活安排看房时间,买家喜欢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看房,这通常意味着晚上和周末。 此外,他们希望在网上找到房子后能尽快参观,尤其是在与其他买家竞争的情况下。 如果您的房子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或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展示,那么更多的潜在买家就会看到它。 也要准备好迅速离开。 例如,买家到达时你还在打扫卫生或在外面闲逛,可能会让互动变得尴尬。 十五,设定合适的价格,没有卖家愿意放弃钱,但设定一个不切实际的高价并以为你可以稍后再来的想法在房地产上行不通。 买家和他们的经纪人可以获得比以往更多的类似房屋信息,他们在看房之前就知道大多数房屋的价值。 一开始定价过高的房子往往会在市场上停留更长时间,即使降价后也是如此,因为买家认为房子肯定有问题。 无论怎么介绍,价格过高都无法解决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希望对朋友们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个栏目,请点赞转发,感谢支持,我们下周再见。